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會想說那個要履歷表保派 我會發現履歷表超過AFOE上值的表演 為什麼呢 他如果在過去20年 每個一年兩年就翻譯了 有什麼理由他來臨這個會做的事 所以想說履歷表要保派 我會發現很痛 但事實上 在他過去做的工作 他是不是每一樣都很結束 這反而是比較重要的指標 所以以前 以前有一次那個女生醫院 在臺大當醫生的時候 他說我看什麼你用訓練力來當訓練 我說你都不認識我為什麼敢訓練 他說很簡單 他說我們看這個 就是說你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你的通貨物 比如說你的通貨物是4月5月 你可以去看器官移椅 分入器人是先是月平安套 你看台湾創造部 台湾的創造部 那全場台你怎麼排 也是這樣 所以說如果你做什麼事情 不是台灣第一 這是亞洲第一 甚至覺得做比較不單獨 你做其他工作就要很成功 所以絕對不要想說 我這些事情做不好 幫我工作就做好 不會 所以幫他就把工作做好 不過像 講這個是先跟大家講 我的生活經驗很 假的 我今天來就請教大家 自然 我講的要是 正門想好事業 最後你們可以舉手 所以你覺得不在對 還是可以舉手 可以好好看 先講醫療新聞 其實它就是 醫療有關的新聞 宋美不是在醫療 是在新聞 再來 我們剛剛說台灣醫界 你知道 你講醫界有關的新聞 醫療有關的新聞 它是在比台灣來的實況 其實 它只是管應大法見 這什麼意思 以前我在台大推安寧寮戶 特別是集中這個安寧寮戶 台灣的那個 安寧寮戶 一開始方向就不足 為什麼你來 因為事實上我在推安寧寮戶 我們一開始是用那個 癌症的問題 可是事實上 癌症在台灣 全部死亡人數有28% 其他70% 這門不是癌症死掉 所以後來他們癌症 那個 在安寧寮推的方向 就有點騙掉 所以癌症的這邊 也有安寧寮 其他都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通通 全部死亡人數裡面 就28% 有最後的癌症死掉 其他大概都不是 所以 所以 以前在推安 那個 因為有些交通 所以在推安寧寮戶 都發現一個問題 很難會 我想奇怪 怎麼會這樣 我還知道說 其實我們還是活在一個 世界 叫變善地 同意是難 你說台灣的一界很難推安寧寮戶 這是台灣一界的問題嗎 不是啦 這華人不出話圈 那個華人世界 他就不太想彈人死亡 所以 我也不想彈人死亡 不是台灣一界 會有的 就是華人世界的潛在 因為彭執在兩千年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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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他就是不想彈人死亡 所以 意思就是說 你們 聽說第一講 我在講 台灣一界 其實他還在 台灣一界 其實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所以不管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還是有 還是有 大盤 大盤 就是這樣 重要的概念 好 懂這個道理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講台灣的重要性 坦白講 他就是這個 台灣社會現象的 其中的一部分 他也 了不起就是 鞭山這一角 這樣而已 要這個體驗 看看我們面前的那些 新聞的問題 然後 再講講 我對媒體的認識 其實媒體 他就是 piece of meat 所以 沙頭生意 有一種 配件生意面中 如果你這個媒體 他就是一個產業 他真的要活下去 活下去 是第一類事情 如果你這個產業 是 不能 財務平衡的 一定是大丟 所以 沙頭生意 有一種 配件生意面中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 企業 他必須活下去 這是第一個條件 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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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狀況下 靈魂就是收視力 所以 所以 或者是這樣 並不是他們喜歡 談論訓 因為訓者有收視力 有時候晚上回家 從49來 就可以看到一個6來 因為每一台都在談論訓者 那是因為他有收視力 如果他沒有收視力 一定不會 當然 不過是這樣 不過這也是一個 有趣的題目 他們常常在講 奇怪 為什麼根本說收視力 不知道 以前動森訓者有做過研究 他說 Do my 這是一個動森的經理跟我講 是不是我正這樣 我不知道 他說他們動森就做個什麼 做個study Do my 開始講 講30秒後 收視力就開始掉 他說 那有發現 根本被撐到兩分半 還不一樣 然後就開始研究 奇怪 為什麼根本肚賣 一般的肚子只要講30秒 說這個也太不掉 根本撐到兩分半 他就開始做研究了 今天是什麼 他說 真的大家都不想 根本下去要講什麼 真的不想看 其實他這個人 他只要講兩句 大概後面就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的經理講 不要說你不知道 我現在就要講什麼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他unbinded的 我都有趣 所以坦白講 放心還是 還是台灣 還是整個產業裡面 最終的東西 不過回歸政論 收視率 你知道 這很慘 因為整個媒體 就被收視率卡住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 那媒體的亂象 坦白講 那沒辦法 為什麼 你看那個收視率是唯一的人決定民主 不然那個叫什麼 米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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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爾生決定一切 收視率 因為收視率決定廣告的時候 就決定了 OK 但是 當收視率不是唯一考量民主的時候 才麻煩 如果收視率是媒體唯一考量民主 那反正是 predictable 可是當收視率不是唯一考量民主的時候 其實這更麻煩 好 我們看看 這個是這樣 這是我對於政治的了解 最多的叫買廣告 可是買廣告 你看 你就是拍個片子 然後去媒體買廣告示範 然後去破破 現在大概 一比十 就是說你如果拍個片子一百萬 你去破破那個錢 買那個廣告頻道那個破破的 大概是十倍 大概一千萬塊一比十 大概是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你知道 我們台北市政府 或是科學者 我們最低的成本 一直活到現在 他對其他政治人 因為我從來不買通路 因為我們只有拍 比方說 我們在斯大利 你知道 紅召十個 九個網紅 一人花十萬塊 然後 你跟科學拍一塊 然後他就去逛 不用那個通路 所以我們也沒有買廣告 沒有買廣告通路 只有買十一的 所以只要花一百萬 我沒有再花後面那一千萬 所以最多的就是買廣告 就是說你要拍個片 然後去買十段 然後去投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 我們最大的優勢是 我們 我們已經學會就是說 我們不買通路 我們只做內容而已 這個是最差的 真的沒有辦法 再來是買新聞 我想大家都知道 出現成這樣 這也是很麻煩的 你看台灣的新聞 後來才知道說 為什麼新聞台那麼多 坦白講 那都是可以買的 我也知道 布尼克都不想買 這個最高端 直接提了 結果百萬到那個電視台老闆 這樣一個現金送給他 然後那個老闆就會 所以會看那個電視節目 有人打電話 跟那個 你看那個 後面節目那個主播都有 畫圖 畫圖 賣 老闆就跟他講 欸那錢收錢 收錢 那還跟媽 以上 如果有雷紅 純屬 以上 如果有雷紅 純屬意外 這個台灣 這個是 為什麼要講這才麻煩 因為 如果你是用收視率 來決定你錢 來簡單 問題是我們現在很多的節目 他也從 直接買老闆 或是直接買信 或是買廣告 如果 如果是買廣告 那就大家看得到 如果也是 那坦白講 你看台灣的媒體變得 越來越 風修 坦白講 如果是純粹 收視率的話 對我來講 很簡單 可是那不是 好 你看看喔 所以他民家黨政軍要退出媒體 他要公共電視台 可是公共電視台 一成以後 坦白講 美是政黨問題 大家整不住手要伸進去 為什麼呢 這個叫產子媒體 當然一個意識形態 他意識形態 另外一個是 其實還有政府宗教 我們現在宗教 我們排斥還太多了 你看那個郭英 那個有限電視台 這個就很怕這樣停 這停的背後就很難 所以說 比如說有的電視台 你可以再用 那時候太奇怪了 所以老實講 那call-an節目 為什麼有人可以上 有人不能上 也不是每個立法院都被他call-an節目 有時候老闆就特別認識 這個就 這已經超越了那種 純粹收視率好了 所以坦白講 如果台灣的媒體 全部是用收視率來決定的話 哪一簡單 那就 大家都來解決收視率 可是台灣也不行 所以這是 台灣媒體的顯控 所以這個 我們台灣還是一個人多遠 你看 有幻蘭跟三明治 三立民視自由 這以前叫 大家聽說三明治沒什麼 但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這裡面這個 一個人叫佩智 他在過去四年當中 完全顛倒了 這個台灣台北的結界 你看看 三年前 把四年前支持我和反對我 現在剛好180度可以掉 可是我都沒有動 他就站在那裡 他說他是這樣 你站著不動 大家跑來跑去 可是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你在動 其實就沒有 可是大家 因為你只會用他自己當 都不要來香港這個世界 中資媒體也是現在 很麻煩的意思 他們來講 中資對台灣的媒體還是 很重要 他也不是 他就會這種 很潛移默化的影響 因為大家想到說 要在大陸做生意 自動會收斂 所以這個台灣的媒體 你知道 其實整個政治裡 藍綠一直對抗 這時候就在思考點 我發現藍綠是1994年出現 就是那個陳菲璃跟趙趙他選來 那一次 那一次黃大舟完全被對抗 所以藍綠第一次 我對藍綠第一次出現 在台灣1994到2014 基本20年後 整個台灣的政治 全都被藍分泌 這種思維 卡住 2014年第一次 不一樣 不一樣 坦白講 2014年我們選舉 贏人不曉得為什麼贏 輸人不曉得他為什麼輸掉 然後一直到2016 我們一直在做反省 有慢慢來看出 2014年那場選舉的特殊 那場是世代戰爭 因為 在所有的 所有的 人口裡面 投票率最低的是 20到19歲 在2014年那場選舉之前 還 20到19歲 投票率 明明是超過五次的 那一次突然跳到七十幾 一下子 跳七十幾 升降 升降低三十五 以前 你們都不曉得 投票率最低的是 20到29 你們都以為是 啊 年輕人熱血啊 會 會政治 錯 超 20到29歲 投票率最低 但是2014年那場 莫名其妙都會充滿高 所以後來我再反省 2014年 他是一個世代戰爭 所以 從 因為2014年 我們當選戰的時候 他們打不清楚 都奇怪 莫名其妙都會選 那 我想輸人也是一直在檢討說 他為什麼輸掉 輸人不曉得為什麼輸 輸人不曉得為什麼 輸人不曉得他為什麼 他打不見 可是莫名其妙都會 慢慢去做一些數據的研究 才發現 啊 原來台灣只有世代 台灣世代戰爭 用哪一個當 當Fact來看卻明顯的 同志意義 40%的 40歲以上的 70%的完備 40%的以下 70%的戰爭 所以 所以這條是目前的題目 這是世代戰爭 所以我才發現 你知道 台灣是在2014那一年 他有很強的世代活動感 所以為什麼 從洪洞秋事件 太陽花學院 一直到九和一學期 連續戰爭最大規模的 所以一種 之後 他隔了兩年 我們在思考 我們到底台灣發生什麼 原來是世代戰爭 他就在思考 你知道 從2014的世代戰爭以後 到底 再往前轉 難道我們在讓台灣 陷入世代戰爭 所以為什麼我們開始要提出 進步價值 方向城市 意思是說 我們要用那種價值 進步以後 來標示說 我們同樣努力的方向 而不是說 一些那種藍綠 藍綠是很糟啊 就是說 你只要跟我們不同顏色 你講什麼都很對 那可當然不好 可是 如果用年齡來劃分 這個世代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剛剛說 是用價值 就是我們鼓勵一個價值 我們往正面的價值去前進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等一下 這個演講的恰恰班要講 價值 社會價值 無名的社會 到底我們要追求什麼樣的價值 我們要觀察什麼樣的能力 就是要討論 這個在講 這個是藍綠 你知道嗎 一樣 我們每次說西文 他不能鼓勵整個世界 其實西文那個 媒體叫藍綠 他都整個社會的藍綠 所以他還是一個冰山這一角 他只是反映整個社會 那中市長來講 我覺得對他這個 明明是有影響 這很有趣 金庸 武俠小說 東協西圖南地北 你看喔 我們看台灣 東正延 南興園 西昏園 北盛園 中衛園 再加上宋七曆 妙天妙藩 太平衡 清海無上 施 仙海羅環 北盛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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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台灣有趣的地方在哪 這時候跟人家思考 但是台灣喔 在亞洲世界 或是在東亞地區 或是說 更小一點 華人世界 它的最大幽靈是什麼 答案是 民主自由 東元開放 大陸 你想想看喔 這個 多麼複雜 多麼動我虐 所以大陸看到法輪功 就好像看到虐疾 也看到很不喜歡 你知道 人家法輪功才會忍 我說 這很台灣喔 我們是百毒不清 你聽說一無聲 百毒不清 但是這樣過度接受是比較多 但是他一旦通過去 所以我才知道 這也是我在思考的題目 台北市政府 他在什麼台灣的政治裡面 你不能說你們台北市是沒有什麼特色跟他在講 我們的局長 從新黨到民進黨都沒有 沒有這種光譜的 我們的局長裡面 有那個新黨 清明黨的國民黨 一直到那個森林的時候 才會沒有這種政府 因為他是藍的有這個很用藍的 綠的有這個很用藍的 所以我們也是光輔之罪 所以他們一直在講說 因為他們最近其實這個地方沒理在這裡 他們在講說那個 那個賴香檸禮拜天要上街頭 你當市長為什麼不管管他 我說我們民主自由 說我們開工是我們的價值 我們為什麼要捨棄我們的價值 說你當局長 必須要大家口徑一次 不准講話 對 這是台灣的價值 我們要相信這個價值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相信說 這是一個混亂的過程 終究它是一個叫做陣痛 陣痛階段 為什麼要講這個 很厲害 其實傳統媒體 社群媒體 字媒體 我們要講 到底將來會到哪裡去 我還是不再講這個 傳統媒體 大概是這樣 我去我手持到2016 到我去 下段 社群媒體的 廣告的 發在廣告的會議 已經超過傳統媒體 所以這也是 我相信 最近一件事情 就是說 比如說你每天看 我為什麼對這個 非常有感觸 我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我記得在差不多兩三年前 我回家打開門 就看到我們喜慌 兒子女兒會在看電視 我最近打開門 都發現沒有人在客廳 他就在房間裡面發手機 然後我兒子跟女兒才差四歲 我都看到差別 我兒子都是用PC 我女兒全部用手機 才差四歲而已 所以表示說 其實台灣 不看電視的人 不看電視 不看報告的人 所以在偷偷跑的那些 應該是這%保不掉 所以傳統媒體 這個就為什麼 這是最近政黨 沒有搞conclusion 奇怪 我們幾乎控制所有的 定視媒體 所有的節目 把客人打成這個樣子 我打不死 因為今天這個 占不到一半 還有一半 還有一半是在社群媒體 我們現在有一半的人 是不看電視 不看電視 所以定視雜誌 電視廣播 報紙雜誌 這個大概只剩下一半 不能再看 而且還慢慢再縮小 所以現在是社群媒體 慢慢有自媒體 將來會怎樣 坦白講我笑 我就有遇到一個 以前在選舉 2014年幫我打選 這樣的一個小朋友 我說你現在在幹什麼 他說他白天在菜市場賣菜 然後下午去 Facebook直播賣獎菜 我說Facebook也有直播 他說對啊 我說那你Facebook也有直播 那些有些電視台的那些購物頻道 然後死定 答案對 他們死定 快跟慢而已 因為他就直接Facebook Facebook賣東西就好 為什麼還要上 有線電視台的直播 而且那個Facebook還可以 還可以點閱 還可以做 所以慢慢的 傳統媒體是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傳統媒體 Sayonada 拜拜 他們慢慢會挑戰 現在再來是社群媒體 我當然是網紅 網紅也是很有趣的現象 其實我跟你講 還是要做研究 媒體還是一個科學 到底 我最近跟大家問個題目 我們台灣的網紅 到底可以存活多錢 每一個網紅 到底可以存活多錢 不知道 那你們覺得 但是要做數據研究的人知道 網紅 所以從社群媒體到自媒體 還要未來 我剛才講 未來太難預測 所以有時候就是 竭戰竭竭 勇敢的網紅 未來預測 這個 底下開始講 作為媒體 先跟你們講 媒體有個武器 不是武器 宣傳的第一種叫定性 也就是說 我要影響你 比如說 黑的時候很白 黑的時候很臭 這個叫定性 再來是定變 也許它誇膽 或把它彈過來 還有更可怕的叫做引導推論 我可以講 每一個做記者的人 一定要學會這個東西 學會這個東西 學會這個東西 並不是說這樣 你用這種技術去害人 只是要讓你知道說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更知道 全體博物 這種東西 什麼東西 我講故事給你聽 車禍報告 什麼叫做引導推論 想說你要寫一個稿子 昨天在四處路口 叉叉街 叉叉街的四處路口 發生一個車禍 那個 那個造勢者 是一個大學教授 他還去年拿了這個 國科會的研究獎 他正在 他的媽媽在醫院 是很重點 病危 他正在趕去醫院 很久才看他媽媽 最後一遍 當你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 這個教授車禍不是他的 責任不是他的 好 我們再多一個 訊息 昨天在四處路口 發生一個車禍 造勢者是一個 開車的車禍 就是從南部人 再出來被護沙 那個司機 滿臉的純肉 你知道嗎 去年來表 性侵被判斥 被判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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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他在被燃下來的時候 滿身的酒氣 你這樣讀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是壞的 前方大學教授 這個殺住的是壞的 可是 就實際上的正義來講 他有沒有操聲 他有沒有遵守交通規則 他有沒有要紅利的 這才是重點 可是 當你還沒去 還沒有去讀那個 還沒有去 還沒有去說交通警察 你還要來量實際的責任的時候 你已經給這兩個 一個做九歲 一個做五歲 一個做五歲 所以要問一個事情 其實很厲害的記者 很厲害的記者 他都是用這種手法來 來決定 決定那個媒體的移民權 所以他是講 重點不是事實 重點是移民權 所以是這樣 好人說人壞人 壞人說人好 這個叫平行 這個 時速100公里 跟他講 把它開快一點 然後時速160公里 跟他說快 他說在這種量上面去 我們用量裡面的 其實最厲害是這個 他是把一個市值 經過採檢以後 有的講 有的不講 裁檢以後 有計畫的領導 領導的實況 坦白講 我在政黨混久了 就知道了我 所以為什麼 模糊 模糊的戰略就是這樣 他把一個故事做過檢查 把你貼掉錢 所以這也是 這也是台灣政治上 一個很困難的理 我都知道對手在完成 可是你不曉得 你也知道他在看什麼 這時候你要怎麼對我來 不曉得 一笑自知 我們看看 我看過 最可 看過一個最頂 我講一個 我看過一個是不是 這什麼東西 有的時候 我看到一份報紙 叉叉報紙 把一個板面 切一半 再切一半 我們那報紙 切 然後這一邊 是那個 第一家點 聖誕大餐 的菜 然後這一邊 這有一個家庭 因為 父子的爸爸失業了 被載所 逼了 全家帶去機車園館 燒炭 這是我看過最高官的 誹謗性的 那個 誹謗性的 那個 政治魔法 邊的人也許 其實不是那種 但是我不認同那一定是 哭 但我看過 這一邊寫 阿伯他們家 第一家點聖誕大餐 吃什麼 然後這一邊寫 那個 這個 撕裂的爸爸 帶著全家 因為抖戰 帶著全家進 去那 清熱旅館 燒炭警察 我有要講這個故事 這就是媒體可怕的地方 所以事實上 很難認定 這個問題就是說 當你知道編持能的時候 有時候你很難 你不能要求大家不做編持能 但問題是 國民的國民 我們沒有能力做的問題 我剛才講那一句話 國家是力量在國民權利 如果國民的水準沒有辦法提著 那也沒辦法 我今天在特別上這堂課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他翻證片 定憲定量 以平等 這是新聞寫作操作 操作媒體最可怕的分數 他講的每句都是真的 可是他貼標籤的效果完全不一樣 而且殺傷力很大 問題是我們也沒有分辨能力的功能 所以 所以 所以這是這樣 我們處在一個 我講過我們現在處在社會部的時代 電腦 一個自私爆炸 英文明星開動 所以你不可能去接受說英文明星 所以就出現這種情況 要選擇性收成 加強健健 你想想看 你看 會去看那個政監看民視的人 大概大概會去看那個燒康贊成事 除非是特別有目的 這樣健康 這樣我這樣就這樣看看看看 我這樣沒還在罵著 一般來講 你想想看 會不會他看政風性的比人 會看到他 戰成事 除了這個精神分裂 可是這有出現個問題 他其實他是 因為比農會選太多 他沒辦法 所以他只挑他要看的頻道 所以 昨天早上 2015年拿那個洛貝爾獎 台北市的壞話 2015年世界 那個洛貝爾和平獎 是頒給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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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尼西亞 發動那個 摩尼花革命的 釋放會 釋放會 他昨天台北市政府 會去拜訪我們 我問他說 我問他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我說 我說那個惡 我說拉拉伯是村民 摩尼花革命 在整個東東卸起了摩尼花革命 很多政府都被推翻 從布尼西亞到埃及到利比亞 到利比亞被幹掉 到敘利亞到巴黎 我問他 我說 可是 那個莫尼花革命 阿拉伯是村之後 我現在只看到 布尼西亞有走到民主政治 我說那個 敘利亞跟利比亞現在在內戰 埃及也是東方不安 DM也是關機發展 我問那個題目 我說 我說為什麼那個 莫尼花革命之後 阿拉伯是村的 我沒有看到村民 結果在布尼西亞參加 我愛 你們是為什麼可以 成功 沒有像那個利比亞跟那個 打得一趟無論 他講一句話 他說 談論 我說我才不相見 跟他講說 我們台灣每天晚上 那個Line的talk show 你知道 那個不看也沒事 可以看就請 你看那個晚上看call音節目 你難道看完 你都會這樣 你對這個國家更有興趣嗎 不會 你看完你都會更混亂 有興趣的嗎 看到那個 那個 藍的便利的在場 他說重點不是 dialogue 他前面還有一個指標 peaceful dialogue 他說我們不是找那些人來談論 他們本來有不同意的事情 我們在找那些人來談論他們 本來就有關心的事情 我在跟他講的時候 我突然臨機一動 我說要辦一個活動 我要找那個 愛國同學會跟台北大習會 一起坐起來跑路內陸的交通問題 這是什麼 本來的 我在聽那個 Nobel Prize 他會從那些投影師 給他看國下走上 這個 這個是 peaceful dialogue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 他說你們那個台灣 那個不叫dialogue 那個叫you listen to yourself 你是要講給自己聽而已 或是講給自己的群眾 只有你們台灣的公民節目 根本不是dialogue 是listen to yourself 我聽一下 這個 還是厲害 這個 有時候 所以 各位同學講 有時候聽那些大師講話 還蠻有趣的 我們能不能來討論 有關 但是不衝突的 再來 自律性行銷 用有目的的媒體 反正來講這也是很難避 這沒辦法 我覺得 問題是這樣 當有原子能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禁止人家用原子彈 他媽的感覺很難 可是問題是 我們能不能讓整個這個世界 發展的比喻何子彈的能力 這才是我們很指導的 所以他前面來跟你講說 定向的說法 定向的說法 引導性的 他沒有說 他什麼都沒有講 他只是 但是他設計 讓你走近 他掉你的 他會塑造你的腦袋 可是我們在這個國際上 我一直沒有辦法建立peaceful 我只是透過媒體 這樣每個人去加強他的騙見 就是我們議員 他一直在把 指探標題都沒有 你看看 昨天那個自由使用 柯45 挪用那個捷運的救命錢 可是你看標題殺人 你看他內容奇怪 跟他好像根本沒有關係 所以慢慢會出現 標題殺人的暫時 那你問我說怎麼辦 還是那一句話 你沒有辦法 抗有原子能出現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禁止別人 換來給指導 但是問題是 國民又不能提升那個素質 去產生抗 所以老實講 在這種資訊爆炸狀態下 標題殺人就是最簡單的 標題跟內容完全不一樣 可是大家常常去標題看 內容也沒有看 或者看很看就變標題牽制住 所以後來看比較不一樣 從剛才想到現在 是這樣 雖然是這樣 解釋病情 有時候我們對媒體 有時候對媒體 對媒體看起來好 常常說 每次叫記者叫殺人 這個殺人未時實踐到 你們要給記者錄嗎 不過是這樣 事實的正確 政治還是需要透明 因為媒體是誰能在座選擇 所以那有很多缺點 有時候我們還是不得不透過這個東西 就是跟著民眾說明你的診斥 就好像解釋病情 那時候當醫生很精烈 以前我在當醫生的時候 我們要跟病人跟家屬解釋病情 但是這個更重要 跟護理師解釋 治療方式 那什麼意思你知道 內部部份 我在台上當醫生的時候 我看人家覺得說很奇怪 我會把他護理師找來 我看不看不看 比如說這次我們騙人 我在查謊 那我會跟家屬解釋病 解釋完我會跟護理師做 欸我為什麼要太得見 我的想法是什麼 為什麼 如果護理師 不了解 或是不認同你的治療方式 這樣 直接這樣像我 所以有時候 有外部部份也有內部部份 他跟內部部份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跟外部部份講說 為什麼你需要這個 不過是這樣 外部部份跟內部 內部部部份那條線 也不是那麼完全是發揮 所以對市長來講 你知道嗎 我們要對市民選擇講政策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發一點 我覺得我們要花更多的時間 來跟我們的四五個團隊上課 因為我們的裡面是什麼 我們的政策是什麼 這是我在過去三年 發很多幾類多事 我去台北市政府才發現一件事情 我天啊 這個八萬人的團體 竟然沒有績效管理制度 什麼什麼平衛紀錄卡 KPI 策略力 很重要 所以花了三年的時間 慢慢把這種KPI的改 KPI 平衛紀錄卡 什麼死命令解架子 開始退 不常退這個東西 叫內部部份 他如果他不相信 不認同你的治療方式 他執行那個治療效果不足 他當然還是跟外面的群眾看在一起 對 所以是這樣啦 不過 坦白講齁 比如說我們還是有專業 幫我們跟全業好辦 這我也常常有關想 我跟你講齁 我以前 人家說你當市長還是有改變 我會有啊 他有啊 我以前當台大飛哥教練 我主任 我最終管兩百五十個人 我哪裡需要破透 才兩百五十個人 定都定十年 我的意思就會直接下下去 現在有八萬人已經哪有辦法來管 所以慢慢齁 我要改從那個 從那個領導者變成那個 文化的傳道 就是說齁 當市長要慢慢的 還裝得跟那個政言一樣 我不用說 慢慢講 講到大家要相信齁 以前當台大飛哥教練 我主任哪裡需要 就直接下命令就好了 因為才兩百人很少 你直接都不定到底 你現在八萬人你哪有辦法定人 所以坦白講 我們還是有這種缺 有時候 有時候還是整部說 會有權力的傲慢 因為他講我們煩 直接下命令就好了 慢慢 不過有時候 如果我們都恨過 我們權力的傲慢 專業的傲慢 這個 不得不用媒體 因為要透過媒體 去說服內部部份 跟外部部份 所以雖然齁 雖然媒體有很多缺點 我也不太習慣 但是他不得不用 因為你也不用這個方式 你沒有辦法去改變 官員那麼多 我要講名嘴 這是我們台灣的特色 一大堆名嘴 每天都滿上來各式各量 這個是這樣 每次看到名嘴 我剛才想說不要難過 我說齁 如果今天我們 第一次發表被抓去關的時候 大家覺得很不習慣 我說我要看看韓國的例子 補正希是被暗殺的 所以 全董犯是判死的 在判蠕幾度 也在特色 吳太宜是判22年半 在減17年 在特色 金永山 二次判蜂隊 附近 金大宗兩個兒子 也會附近 逃墜 逃墜墜 吳武宣是跳來刺殺 李明國本人及親戚 都有正在被打 還有那個 補警會正在遇中 所以齁 當你看了韓國以後 再回來看台灣 就不要看韓國 所以萬一哪一天 我們又一個總統被抓去關 你也不要看韓國 這是國家 轉型或進步過程中 會見過很結論 不要看韓國 所以我才來 這個是齁 正面的態度 我每次看到台灣的民體 就開始搖頭 說啊台灣的民體 怎麼那麼難 我每次都安慰自己之後 台灣的民體現象 不要看韓國 其實要看到這個表 所以還把補警會標上去 補警會現在放出來的鳥 還是正在關 沒有 不過是這樣 我們會看到很多 我們不喜歡的人 但是 要保持有證明的態度 你把他當作是國家 進步過程當中 會進步的節奏 你看韓國的歷史 多慘 韓國的總統到現在 還沒得煽動 從普正西到現在 沒有韓國總統上眾的人 都比起來台灣還不錯 所以不要太難過 不要太難過 所以齁 這是如果看待媒體 這是我態度的 它就是國家發展過程中 必經的這個東西 所以齁 我們用正言法式的態度 面對它 處理它 對 接受它 放下它 所以我現在齁 一開始我台灣沒力 現在就比較 以前我進那個台北市 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圓圓的 我都覺得我到了那個 羅馬競子場 只是我不知道我是獅子 還是那個霍勢女 我現在都把那個台北市議會 當作那個威爾納歌軍人 就是他唱一段 我唱一段 我唱一段 一開始我把他當作那個羅馬競子 哇 這句要這屁 立的很高方 立的立的唱高 就唱那個 他唱一高 就唱南高一段 心態 對 會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放下他 這個讓想齁 其實有這種態度會比較 不過我剛才這邊跟您講 在前面的這堂課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 定心定量跟領導 這個是 控制 移民集 最重要的戰略候選 我不是叫你們學會去嗨 但是要有能力 看出說 他實在會這麼緊張 對我剛才講 我們也沒有辦法禁止人家 用電子發展 電子彈 但是要有能力 說 嘿 你不要訪問他 坦白講 這個 這個我最近也在發覺 不過是這樣 常常是 當博民的知識越來越高 這種新聞操縱的效果會變得非常 這個 比較正面的太多去看他 我來看看 博民的社會 我來講比較正面 明明的社會 這裡是哪裡呢 日內華 我去過這一次 這一次真的很漂亮 波多的花園 然後呢 這個日內華湖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不可 他的山後裂 也不可能有推廠繼續推 我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看那個滷牛 他就竟然會有洗澡的樣子 我看每次都很乾淨 我去這一次覺得 哇 這個好漂亮的國家 但是 印象對身可以不正 他這個公車 其實後面還有 你說當那種雙成功車 然後你從上面 你如果司機在前面 你從後面跳上去跳下來 你根本沒有在檢查車票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時候年輕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 我去那個瑞士開會 然後就 這是日內華火車站 我就買一張火車票 那進 搭車到洛杉 奇怪 我發現日內華火車站 沒有撿車票的地方 因為那個從馬路上 走地下道 那個從這裡出來 我拿一張票 然後我買一張票 沒有撿車票的地方 然後就坐坐坐 坐到洛杉 出火車站 奇怪 有沒有撿車票的地方 我問人家說 我買這張車票幹什麼 我說有沒有逃票 他說有啊 我說你們中國人 我後來每次講這個笑話 他說你都不跟他回答 你是台灣人 然後 然後 這次哪裡 法國迷失的海岸 我第一次看到什麼叫 衛蘭海岸 有一個名字叫衛蘭海 那個法國迷失的海岸 那個難道會讓你心慌 你去看過就知道 那個很難 不是一樣 感觸最深的不是難的 不是 他的電車來了 然後你上去 你知道 他的刷票機 他不是設在門旁 他設在兩個門中間 意思就是說你上去自己刷 你不刷也那麼管你 我最近喔 我們台北市民啊 當時我們為了要推那個 里程季會 我現在公車是一半票 兩半票 我本來就說 啊那個 你說做一段 又一站 要刷兩段票多虧 我說能不能乾乾 就上車刷一次 下車刷一次 我本來是想法不見 所以後來我就 下連我們台北市公車人 你們現在我們現在台北公車 有沒有發現以前那個刷卡機 我自己只有在司機前 我現在後面也有 我就很想在看 我多少人是沒有說 我現在想裝一個 裝一個真紅色的機 來看 那裡面有多少人 有票 我就想要再砍 不曉得 我發現喔 台北這幾年有進步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有公車 我當他坐公車 我都在砍 逃票的真的不多 大家回來 逃票的不多 因為人很急的時候 司機沒有辦法看到 後面那一台 沙達 只是讓大家上街 所以 我覺得台湾整個道德水準 慢慢是在明上 所以喔 我在美國明尼蘇達住過 我在明尼蘇達當過外科研究員 當過英國 我在明尼蘇達 印象最深刻是哪一件事 我那時候33歲 當升台大主席一次 我去美工明尼蘇達大學 留學 進行外科研究員 那我的室友 是一個19歲的大醫生 從明尼蘇達補布來 看起來突破 然後呢 我們那個明尼蘇達 他的corder 一年是分四個學期 那我去沒有corder 他們宿舍鐵也不乾 英特尼蘇達 你自己算一算 你行家在宿舍要住幾天 一天八塊美金 他們交給社會 我就問我那個室友 19歲的大醫生 我說一天八塊美金 那少報一天 不是就賺個八塊美金嗎 我那個室友用一個很奇怪的表情看我 Why do you pay this ID 上岸時間才知道 我是共同國家的國民 我問你啦 你們世心有沒有可能提個報告 什麼假要住在宿舍的 自己算一算 一天一百塊自己來交交 現在 很困難 所以 1993年的美國就走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說 這個我去明尼蘇達看 奇怪 街上就是很乾淨 不行不行 所以 國家 其實我跟你說 街道要乾淨 必須丟垃圾的人 少 國家是力量在國民權力 為什麼他都不相信 說人民的單一個人 可以影響這個社會 就算那個可以影響這個國家 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 而是看怎麼去改變那個社會的文化 所以這時候我現在想完 我們要從政治上的領導者 變文化的傳導者 讓我們和平相信 他們可能就應該相信的東西 所以我在我們的政治思維 你看 這個很古的教堂 真的很現代的東西 真的很和平的相處 這個 這個 剛才講過 Story有特別特別 然後 我有去過澳門 我差不多二十年 差不多四幾年前 去 去 去澳門 從澳門到澳門那個珠海 那北方 你覺得奇怪 要過 發現我不插隊的話 你知道前面誰有插隊 所以奇怪 站在那裡都會不會先進 其實 這跟國民所的還是有關 所以老實講 昌領時而知融入 一時時而知禮結 國民所的派遞 要讓人民說 國有禮結 國有融入 所以坦白講 竟然要達到一定程度 為什麼 如果那個地方缺少 淡白紙 你沒有看到鴿子 你只看到淡白紙 所以當公園有鴿子的時候 表示那個地方沒有缺少淡白紙 以前我小時候 你們 我差不多十幾歲 二十幾歲 歐洲的光 常有很多鴿子 我跟你講 中正紀念堂 那種鴿子 我印象中差不多十年前而已 民國六十幾年 蓋中根紀念堂 前面哪有鴿子 因為老百姓只看到當鴿子 他沒有看到鴿子 所以公園有鴿子 表示他沒有缺少下鴿子 我跟你講 他有更可怕的地方 缺少太準化而分之外 有一次 我當過總統特質 去過馬拉威 他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在當總統的時候 我真的當過總統特使 那個特使館 去馬拉威 這碗很棒 結果還是沒有辦法 我去馬拉威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你們這個 用電線桿我都水泥做 他說用木頭做的 晚上就被舉走了 拿回去當財操 因為電線桿被移掉 所以我跟你講 缺少蛋白質的地方 公園不會有鴿子 缺少淡水化的地方 連電線桿都有鴿子 拿去當燦燒 所以 這個我當時去馬拉威 有點奇怪 有椅子 他就是要坐地上外部有鴿子 然後醫院的院長 都有檢報 他說醫院占床率190% 我說 我說 我說不是100%的人就最高嗎 他不是啊 他說這個有床類 以下在那個 就是那個硬直板 在排行的特別價格 他們的贊床率都差不多 兩個人 這個是產牌 他跟我說 他這個產牌 昨天生了19個 他們就是那個 生完以後 他那個 連那個血 把那個墊子 拿到外面 所以衝一衝一 甩一甩 甩一甩 再丟上去 下一個人 這個產牌 一邊可以生到十幾個人 這個是他的動物園 你知道 我去過馬拉威國家的動物園 走進去 我說這個 這個應該都餓到 瘦巴巴的 你知道 我走到 這個好像第二個籃子 我說後面 因為我後面看到 看不到龍子 我說後面有什麼東西 他說有鱷魚絲 他說鱷魚有什麼東西 我說可是我沒有看到龍子 我就不敢再走進去 什麼是文明的社會 因為我去過北英 有去過西洋 有現金的 我到過瑞士 到過華國 到過美國 我有去過那個 黑暗世界 黑暗大陸 八位有去過 我常常想說 從 從 從一個 最有錢的地方 到最窮的地方 什麼叫 文明社會 這就是我的 文明社會五階段論 公園有各自理事 一階段 這表示這個地方 沒出一條大牌子 第二 廁所有免費的衛生紙 這表示人民開始有功德性 我為什麼對這個 特別有印象 我在來他當老師的時候 我很喜歡 反正很喜歡聊天 有一次我上那個大肆 我每次上那個大肆 我每次上那個大肆的那個 什麼 什麼醫學 變往實習 我都很喜歡文明社會 你哪個學校 我是新途中學畢業的 每次要新途中學的 就新家 有一次文明社會 你哪一台 有溫哥華 我說 溫哥華 你來台灣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爸爸老師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大意到 校總區報到的時候 上完廁所突然發現 廁所裡面沒有衛生紙 外國的廁所都衛生紙 我跟你講 廁所有衛生紙 這件事情 在台灣出現在幾年 你想想看 十年以內 你們應該想想看 你們小時 念小學的時候 廁所沒有衛生紙 廁所有衛生紙 表示人民的功德性 達到一件事 再來是 國外座是空的 本段散 這個我們有做到的 那個捷運有沒有 頭髮不夠白的 都不敢去做那個藍藍的 人家說 那國分辨是天龍火的 第一 做電弧梯會靠右邊 然後看到一個 那個藍色的那個 那個椅子 那個國外座 不敢去做的 那個都是天龍火來的 還是有差啊 但是喔 我們能不能做到鐵路公司 不檢查側面 我們慢慢開始要做得到 但是還沒到我們 如果有一天我們宿舍 可以嚇人說 宿舍 寒假暑假要住的 自己算一算 一天多少錢自己來交錢 有一天可以搭到那個 我們就有開始 透過鐵路 不檢查側面 這很沒考慮 這個最難 醫療處罪話 我覺得醫療處罪話 是 不明社會最高階段 等一下跟你講講會什麼 我們現在喔 中正紀念還有歌詞 對不對 表示台北市沒有缺少蛋白質 然後呢 這個裡面有禮儀 如果缺少蛋白質 你放心 晚上就不見了 大家就去缺少蛋白質 就去打我 我最近去中正紀念 看到這個最有趣的 欸有松鼠咧 他看好我看他 因為他說他只好不會吃他 他只好會吃他 他就跑掉了 對不對 這個我台大院的公共廁所 欸有衛生紙 然後這個面子 然後這個面子 大家就站這邊敢去做 這個都是我們台灣的生命 其實我了解喔 單單這個就有成這樣差 台北市已經算是風水準最高的地方 所以喔 目前台灣喔 大概是不明社會第三階段 但是這個第四還沒做到 連生紋槍幾岸 你知道嗎 欸 要逼這 這是要逼這 不是 不是 每月測試 通常喔 通常這個 我們有設置那個洗澡 因為通常地震喔 通常有發生 通常有發生 通常電視的時候 你還有三十秒可以爬 可以跑出 看看跑到哪裡去 不然我看完這個 他是說測試 如果他不是測試 我現在可以跑回去 不然你這個防震係數多少 其實連生紋槍幾岸喔 真正的爭解是 我們是一個國務性的社會 坦白講這個也有一個問題 那一槍喔 其實我給那一槍是真的 那你說為什麼沒有打到 那也不說得錯啊 這個 那為什麼好得這麼快 我說沒有辦法 太高技術好沒辦法 其實連生紋槍這個案子 他到底有一個問題要思考 就是說 為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也有問題 當時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是國家醫院 一百年的歷史 一個一百年歷史的國家醫院 發布的新聞稿 超過一半以下 團員人員不相信 這表示什麼 但是我們還是不是一個 附近的社會 所以坦白講 這有時候在思考 我們如果建立一個 更有信用的國家 可是我們目前在 我覺得我們需要去努力 阿臀腦到現在 我們不是一個可信的證明 連政府那一槍就告訴我們 國家醫院 超過一百年的公家機關 他發布的新聞稿 一半以下 他們的民不相信 所以還要我出來保證說 我是勝利的 我來證明那一槍的證明 其實這個 我後來想一想 這時候非常難聽 為什麼 當一個人的信用 超過一個醫院的信用 譬如這一塊地景 這很麻煩 好 這個 其實後面這個 他想給醫生聽 譬如說 作為醫生 後面是說 叫那個記者叫黃祖涵 我跟你講 因為他們就是要獨家 要投票 沒辦法 所以說絕對不要相信 記者的保證 你說你講不要緊 我們灰燈 相信這個話 就不可能是敗事 他一定灰燈了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抵抗國家一個獨條 那個獨家的這個 獨家的誘惑 沒辦法 但是怎麼辦 什麼叫賽局理論 什麼叫賽局理論 有時候我很生氣 說 有時候保證說 講個保證都沒有用 就叫賽局理論 什麼叫賽局理論 那個小弟被抓到檢查裡 為什麼不敢出賣老大 因為他出去他就死了 問題是 我對記者沒有這種power 也不是說 你這次不聽我的話 你今天還給我 我就把你摘了 因為我都不是希特勒 沒辦法 所以 因為我們不是老大 所以就震了 所以絕對不要相信 因為你沒有出貨的 惡惡過的 沒辦法 所以 空城計 一生只能夠一次 這叫什麼意思 Credit很重要 這為什麼我可以活到現在 因為我的Credit 如果要騙人家 一生只能騙一次 所以 所以 看他有一點 也基於你的Credit 其實這樣 還是用同理性 善性 價值觀 其實對我來講 我現在常常把媒體這樣 因為我就是 用媒體來散布我的想法 散布我的觀念 我們一個價值觀 所以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藍綠的對抗 到世代的對抗 進入一個價值的追求 就是我們要強調一個價值的距離 這是我們的想法 所以我們用這個媒體來 來傳播我們的價值觀 所以 請記住 他們就是媒體 我們把媒體當作 一個社會教育公司 他就把自己當作 一個社會教育公司 我們每次講A人士 是什麼意思 A大1A人士 我們聽得到 所以 如果我們能夠讓更多的媒體 做好事 正面 國家越來越好 所以 社會陰謀更好 這個概念是這樣的 各位 這是我2014年的選舉 他的口號 改變台灣從首次開始 改變台灣從文化開始 這就是 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 可是台灣歷史上 歷史就改變政治文化 當術合的選舉 你好不配的選擇 要改變台灣 應該改變台語 我剛才發現台灣城鄉差別很大 我去年在幫那雲林燒垃圾 才發現 應該雲林沒有垃圾分類 沒有隨帶爭取 已經差12人 所以我們台灣有很強的 還是 沈江差別很大 所以台北一旦改變了 我們就給搭訪整個台灣往前進 所以 台北還是要 要不斷的引入 進步的價值 讓台北成為台灣更公平 最公平的城市 透過台北的統計 再去搭訪整個台灣 都要改變台灣 改變台北 改變台北 從文化開始 我一直把政治當作一種 社會運動 其實我這個理念 從哪裡來的 蔣衛水 蔣衛水在1920年 建立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區文化運動 如果沒有讓改變台灣人的思想 跟文化 社會運動不會成功 所以蔣衛水做的工作 就是到處去演講 你想想看 大部分的政治人物 不用花這個時間來講 為什麼會來 沒有意思 政治運動 它是一個社會文化的改動 所以你看那個大道成那一部電影 那是諸葛六零的 那個蔣衛水 你看那個劇中 他們什麼叫蔣衛水 文化 文化的口子 蔣衛水的外號叫文化 文化 文化 蔣衛水他就是 他認為自己就是要 改變台灣人的文化 這叫台灣區文化運動 其實我的政治理念 從蔣衛水的區文化運動開始 而媒體 以前這樣到處去演講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透過媒體 把我們的思想 更快的速度 去改變這個社會 所以改變台灣 改變台北 改變台北的文化 改成 所以我們把這個政治運動 當作一個文化運動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 所有的選舉 或是我們的政治運動 把它當作一個改變 政治文化的速解 像一日雙塔 一日雙塔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政治運動 為什麼 一天七五百二十公里 神經病 下輩也從來 這個從 從護衛角跟台 一級 其他俄羅斯跟台 接著一日雙塔 他有在政治上那麼低 還那麼厲害 他這樣全體台灣人相片 不依天主 神經 他是透過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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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三千八千 所以你看 這個也是五號 一日雙踏雖然很厲害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跌倒 站起來腳 可能我還是不用看他做什麼 我跟你講我那天震的事都不斷 他這樣子 我後來晚上睡一下 沒有辦法 躺下來一爬不起來 也沒辦法換身 我說拜託也沒辦法換身 可是那時候倒下去 你又不能等救護車來 我剛才趕快站起來 然後還跑到重 現在很紅 跑到重點 然後還假裝 喔這跑道的彈性不錯 其實痛啊 所以說 但是 捏不中了 國外有遇到世界 做這個彈性 他說他賺了兩百萬 我說我不會讓他賺了兩百萬 他就給他馬上就往後 你知道 所以往後的時代來 這個也是 其實 其實 其實這樣來的 其實 十年後二十年後 你是講到台北市大 他就是個 二零一七年夏天的他要起 他就很奇怪 他怎麼會成功 這個 你不要 你不要看過來 哇這個成功的時候 大家都跑不來 你看那種過程當中 如果不憑產 63%的市民 對世大運沒有選舉 也世大運選手已經打賞 世大運票往產 你能賽事 你能票只賣一層 那不然就是 筆記本 一年賣的市民 世大運賣的市民 銷售產 又下紀念商品 只賣出一個 那不然就是 我後來就科宿完蛋 那不然就講 不是真的講說什麼 我世大蓋用 他改成民主主的話 一定給我 留完時間就要拆腳 這不要只講他大費錢 我跟妳講 我們世大很通通 每天 嚇到車給我罵 你知道嗎 我就很氣你知道 世大不是科學世大 是台灣的世大運 來罵人都沒有來幫忙 我們台灣社會就是這樣 你做什麼事情 都給你交冷水 沒有說 我們來在哪個道法 不是 都給你罵來做 然後 黃世堅說 門票很簽 我坐在那裡動 丟臉 我看你 我一定不懂 你這樣問 這樣我們現在都在高位 不是 不是這樣嗎 然後 我們一個禮拜前 我們在辦個嘉年華遊行 一辦 你知道嗎 馬上 這個 吼了一邊 吼了一邊 給他炒 然後 比如說 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叫這個 尊潔使用 因為當年好龍 被那個世大變軟 預算變軟 上任的時候 我想說 啊算 省給人家 我就把他扣掉27億 我把好龍兵的預算減掉27億 我說世大運動 應該是一個 我們全民大家的參與 沒有說不用花錢來購 他就跟他去購廟說 你有什麼就拿什麼來 盜戰桌 結果他就可以來了這個 然後再加上這個 然後呢 美女就說 我們在搬 上 上 那叫美女的威力 冰上 冰上 噴著在辦冰上 波蘭圍 跟車踏流行 那老叫 我跟你講 可是你在當人是笑不出來 還好 最後總算世大一開幕 你知道 一開幕就很成功 其實這開幕 世大一開幕 你知道 我覺得 在台灣的歷史上 他最大的 是 激發台灣人的 自信心 奇怪 我們怎麼可以辦什麼 以前這樣辦這個 都要找那個好萊塢 他花很多錢 那時候說 不用 我們就是找台灣 世大運 那些導演 全部在10歲 導演 全部在10歲 後來 這個 我 世大運開幕 我花了3.6億 那8年前那個 天奧 花5.4億 我的規模是他幾倍大 但是為什麼 會比較便宜 後來那個 導演 都會這樣 他說 柯市長 你曉不曉得 為什麼 世大運 開幕會成功 我說不曉得 他說 因為你從頭到尾都沒有管 我沒有去跟他講說 我朋友要照顧 節目要什麼 政治 政治要對 我都沒有一關 我說 我只跟那些年輕人講說 你們覺得怎麼做 對團隊 我看世大運是很成功 台灣是一個成功的故事 台北是一個光榮的城市 美島 烏爾摩沙 將帶著海洋子 最大的決心和勇氣 所以旁向全世界 這個世大運結束之後 你知道 就開始講說 為什麼世大運會成功 第一個是這樣 台風全部轉向 我是不相信次數有效 但是 有一句話 如果你曾經要做一件事 全世界都來幫你 那個台風全部轉向 我都不想問 三個台風轉向 然後 台灣的選手莫名其妙 突然變得非常深有 什麼時候台灣變成體育強 我都不曉得 我怎麼變得那麼厲害 連那個標站 一百公尺都贏 這實在是太可怕 這人家講到為什麼 因為台灣過去二十幾年 是投氣孤兒 台灣的選手都沒有機會 在台灣比賽 所以 不過這很像 所以看人家的我們的標語 叫什麼 這一次 我們回家比賽 我跟大家講 這一次講一個人生的經驗 世大運成功 當然台灣選手突然變得很厲害 台風全部轉向 但是我請不要忘記 我們蓋了六十個場館 所有的場館全部組織完工 全部通過國際大專體種的更新 而且沒有追加預算 以前我們台灣的工程 要嘛就是 電收沒有過 不然就是要推加預算 不然就是廠商倒閉 攻擊預期 把你不忘記了 我們自己六十個場館全部組織完工 而且那個運收不是我們運收的 是國際大專體種的運收 全部通過 而且沒有追加預算 我要跟大家講 只有失敗是偶然的 成功沒有偶然 成功還是要吃乳 就不要吃乳 所以 場館全部要蓋 然後選手吃一個月 一萬兩千名選手 再選手分吃一個月 沒有拉肚子 然後那個巴士你知道 每天把那個一萬兩千名選手 載到六十個場館都準時到 你不能說巴士去那裡說 什麼交通主賽比賽結束 反正 比一個大算國際四點 所以要跟大家講 那個基本盤要一定要先給 基本盤 所以那個該做的沒用 所以有一句話 很重要你知道 你知道看後面很成功 你看 人就是這樣 好像跟你招牌 跟你罵 不然你換心好了 成功不做不會好 成功的時候 朋友認識你 失敗的時候 你認識本人 成功失敗 失敗成功是變 你認識我 其實是不認真 各位都可以講 其實要能夠維持一種 正面的態度 面對這個世界 就是最後 所以是這樣 我們活在世界上 常常會被誘惑 會被打擊 可是 其實不僅是當市長 我想當個市長也是這樣 你能不能保持一種正面的力量 最近在講說 那市長也結束 你知道嗎 從那個9月到10月 所有的電視台 所有的媒體 同時打科技 我那時候回家 晚上 10點回家 我拿那個雪台去 從1949開始看 我看到我去 六台 我看到一半 連我都開始懷疑 我是共產黨 還是大陸開胎 就結合他 這種狀態下 你爹爹爹爹爹爹 還可以 那種正面的態度 去上班 這不容易 剛才大家講 不要羨慕別人 怎麼做 基本盤 還是要 還是要做好 開始做的 還是要做好 所以 這個 其實你知道 從921選舉 一直都打到 自大禮 其實921選舉是這樣的 你現在事後看都成功 可是我跟你講 2014年 2個月的時候 我開始 我只有2月16號 晚上來自大禮拜 這才是職辦 然後27號早上8點 職辦這次 我偷下來白跑了 偷在牆上 然後 一個人走出太大禮 你可以想像說 9個月後打贏 那種選頓 問題是什麼 從這個921選舉 一日雙打到 四大禮 其實要跟大家講一次 你不要羨慕人家成功 問題是那個吃骨耐搖 你有沒有做到 靜定信念吃骨耐搖 你一日雙打 不是你騎一次看看 看你騎到哪裡 啊 還是看看 這個表姐 那一日雙打 那一日雙打 他一日雙打 那會是要訓練自己 所以 你用這個 做為今天的解救 你有多久不敢亂 如果有完全把握改變做 那你一定是可以做 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 海洋國家的幸福 就是冒險犯難 應被混亂 沒有跟人家混亂 怎麼做到底 不怕失敗才有機會成功 成功跟失敗非得差 很低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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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的 好像怎樣都不可能完整 怎麼會想到前面要把他背 在全世界都不相信他以後 堅持他的夢想不曾口學過 他相信自己 堅持追求自己的夢想 拜託 每個人都有夢想 可是那個 堅定自己的信念 追求自己的夢想不得不難 最後一句話 我們要建議一個對的社會 政府是可信 公務員是服務人 法律是鐵人民尊所用 司法是公平 警察是抓敗人 建議是官有罪的人 對的事情都不可以自己做 人家說 你有想要回答一個政治目標 我們有政治目標就是這樣 他看一看的會話不是應該這樣嗎 我說會話 我們現在是這樣嗎 所以整體會的也是這樣 台灣因為有我免費的正好 我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台灣人都信 台灣因為有我免費的正好 謝謝各位 請到現在 Wochen 자 不會有人來看 另外還有我來2半 請就要請教授 afa Yuseb 現時女 similarly有多老師 我們現在開始 試一下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好像哪一天我们被刷打击提到两个公车门的中间 哪一天我们大家都可以不用去检查 买车票不要订车票 这是我的问题 这个城市的社会 现在你一直说想法的台湾从台湾之间的窒身 比较能不能救出来 你们自己感受到竞争的过程当中到后来当时到这段时间 你覺得這兩個十分之內能很主要是自己的政黨壓力會對的對比 不然政黨壓力是一定有的 他一定會打你 因為黨同發 比如說法案是這樣的 或者說你相信不相信你自己的家庭 不然我們有提出叫進步家庭 就是說民主自由會開放 關懷陸勢永續令綠能環保 所以我們叫進步家庭 我們相信不相信就不會這樣子 所以是這樣 晚上講問節目為什麼會看越糟糕 所以我大概不再講了 如果有一天我們會讓愛國通訊會或台獨大集會 坐下來討論沒有什麼交通 那不是哪 那怎麼老是在討論 那怎麼不會有的 所以我們要討論說我們很關心 大家共同關心的東西 所以不要distan to yourself 你只在加強你自己的政見而已 你沒有在解決這個社會的問題 所以peaceful dialogue 這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它是有能力 它是一個城市的社會 它是一個peaceful dialogue的社會 其實所以如果講到最後 重點不是在於 一個理由它叫思求文化 這是台北要去努力的工作 所以您自己有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會帶來的經驗 我認為是這樣 做不一定會成功 不做一定會成功 但是這樣 跟那個奇異是從哪裡 沒有 沒有當然是這樣 人家叫我幫忙我就幫忙 這個叫什麼 舉手指導可以幫忙別人就幫忙別人 這就是我的人生態度 如果你會舉手指導可以幫忙別人 幫忙別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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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問題 因為待會兒 這個 這個 如果 同學們要 各層 照相 各位今天來 各層也可以跟市場 照相 好 這樣 該問一下 請問吧 請問 你剛剛提到 是不是成為領導 是不是成為一個文化的傳遞者 那針對你在20年 當日外科的藝術 複製醫師的體驗當中 有沒有俗譽那個 不理十八成 激烈的真實 那 有啊 他每天都在後面 沒有啊 其實我當年喔 絕對的傲慢的問題 其實我們當時 啊這個就沒有問題 就直接下面練 就是我當醫生的時候 常常有這種 專業的傲慢 學育的傲慢 嗯 那我想請問 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說你今天就是 選擇到 這四星大學 然後跟大家分享 就是 呃 其實這麼有的經驗 那 你覺得就是 如果今天是一個文化的傳遞者 的表示 你希望我們 今天這個場所結束之後 有給我們的什麼 這個喔 保持一種正面的態度 去面對人 但是這樣喔 防身的技術還是要學一點 其實今天喔 如果說 從學術的角度來講 新人專業的學術角度 那個 那個定性定量跟PDR 這個觀念要有 這個不僅是 但是我是這樣喔 不是叫你做 學會那個技術去看 要人家學會那個技術 防身 好 但是 這也技術美 但是在文化上面喔 我希望大家能夠嘛 要相信一件事 成功都不是我的 只有失敗是我的 只有不小心前逾入末 但是沒有不小心大功告對 所以還是要吃苦那樣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要跟所有年輕人講喔 這樣還是要吃苦那樣 很重要 那保持一種正面的態度 謝謝 謝謝 這會多的問題 好 什麼事想 這個有請個問題 可能會比較這個 就像您剛剛講的一樣 您剛剛提到說 反對藍綠上的構爭 或者是反對這樣 就是反對事態上的構爭 您認為是應該要推廣個進步的價值 但為什麼 簡單講 我們把一般政治圖 光圖裸舊啊 或藍綠等等 變成了一種 時間軸的概念 從落後到進步 那 那又如何證明這個進步的價值 就一定是一個 我們必須想進步的 一定是一個正確方向 會不會 這也許也是一種傲慢呢 就是某種程度上 是不是也是一種 全力上的傲慢 然後 進而引發第二個問題 就是 就是 您剛才提到說 要改變一個社會 不能只靠一個人 所以它必須要 當您的角色 身為一個文化的傳播者 也能帶來新的價值觀念 那既然您認為說 社會靠一個人的改變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 也不可能 也許在這個社會當中 製造核單 你無法去支持這個製造核單 也許這個百姓 就是正在製造核單的人 有沒有可能 無法改變這個社會環境 一直去 融入這個社會環境 如果這是一個社會文化的特色 有無法去改變 如果這是一種比較中華文化區的 一個特色的話 那 這會不會是有可能性 我告訴你 蝴蝶效應 你聽過 蝴蝶效應 所以這樣 亞馬遜的一個蝴蝶開示 可能會造成一個 一個爆風雪 所以是這樣 未來會變成誰要撲弄 但是這樣 如果能夠有比較正面的態度 運作 我相信他會 會比較好 但當然也不可能 民主是由多元開放 或是人權 或是說法治 所有這些所謂的進步價值 真的是進步嗎 這個這樣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就是那個 李光耀跟那個 福福利亞馬的政治 李光耀說 我們亞洲價值 我們不需要抖向西方的民主隊 你問我的話 我認為 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人權環保 當然你問我說 你確定 這一定是比較好的價值嗎 我的回答是 應該是 應該是 我跟你講 其實人類五千年來 有一次我看一部電影 阿波卡列塔 有沒有看到阿波卡列塔 那個亞美 那個就是那個 中美洲那個 他是挖人性出來幾成 他都看過我 怎麼那麼遺憾 阿波卡 有一部電影阿波卡列塔 沒有看過 那個挖人 就是中美洲 後來我讀那個歷史 在中美洲那個印加帝國 他是什麼 什麼帝國 挖人性出來幾成 就是一次就挖好幾千人 都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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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讀那個中國夏商周 是 在夏 在商周的時代 我們用活人限制 活活上死 你看孔子講 始作庸者其無厚乎 意思就是說陪葬 中國的陪葬制度 到什麼時候才禁止 你們一下不曉得 康熙當皇帝的時候 明令禁止 用活人殉葬 所以我後來讀那個 清史 你知道 那個奴婦哈赤死的時候 太太都還給了 奴婦哈赤 所以知道康熙當皇帝的時候 才明令禁止 用活人殉葬 所以中國用活人殉葬 幾千年 然後在上朝的時候 一次是 活人當時燒死幾千人殉葬 所以你看喔 幾千年來 人類的不滅 我說為什麼我們對人類 我實際比較證明了太多人 如果看不管從整個人類 從文字的歷史來說 人類在過去五千年當中 他的道德感 或是他的不明程度 是越來越激烈 我認為你現在來看 是往好的方向走 當然有人講過 可是有出現像希特勒 我說往他看勸 大勸 有時候還是有密由 會密由 整個人五千年歷史 人類是越往越來越高越 人類的之間越來越浪 越來越浪 整個人五千年還是正面的方向 所以這個叫信念 你相信你知道嗎 人與人之間可以平衡相處 可以 我雖然很 我雖然看也不順 但是我還可以擔任你 所以我大概講說 作為台北市長 如果要選2017年 你知道嗎 你覺得 看2017年失敗是一個指標 其實對我來講 在2017年的台北還有幾條 開災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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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一天你知道 有五萬名 回教徒 在台北火車站 裡面外面 開災節 對五萬家朝代 五萬 這是非回教國家 據我所知 都是非回教國家 非回教國家 這表示 台灣是一個很容忍的地方 我查過網路大數據 對開災節 網路還是不明 做大數據 但是他還是 看你覺得 快快快 或者不知道要嘲笑 但是 管是尊重 我讓你 這證明說台灣已經 開始進入了 我跟你講 從容忍 到尊重 到喜歡 他是有 所以我們就開始 建立一個容忍的社會 這是台灣正中的地方 所以就講 台灣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他不是 看破壞節目看得很爽 他是 要相信 正面 意思是往正面發 要這個信念 所以 所以 殉戰制度 你看 從以前那 廖 opens 哇 各位同學,我們因為我們的柯市長,台灣會變得更好 所以說這一個,各位同學會爬到這個書卡 這個書卡是我們四星大學跟台灣記者協會 也希望由柯市長的寧願 台灣會因為我們而會更好 好不好 好,待會我們拍照 從這邊改完 然後這個,我們第一個 然後過來 我們先坐,好嗎 先坐,好嗎 我們先坐,好嗎 要是把手機開成照相模式 可以啊 各位同學,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看市長的 build,人造的時間 大家先把手機開成照相模式 請去把手機開好照相模式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然後因為大家可能節省時間我們就不簽名就只照相 我們不要簽名照相就好了 謝謝